讲道理,这把369跟369约好了 369也给面子啊,对吧 对,两个人都有 功力一点把弄手给他扳了,对吧 都有想要去真正的开启男人间的搜了 一个是出现了不同 一个是多蓝剑加长剑 另外一边是875 用的也是自己的这个皮肤 先互相走一下位 但是离得很远 这弄手打弄手,我感觉打起来就打到底了 无情铁手 无情铁手 小C这边外圈Q中了呀 打雪怒了 感觉这个先无情铁手的吃亏啊 因为你先无情铁手 会不会他再无情铁手把你的这个大杀四方给拉进去 三六九一下就懂了 对,不能先无情铁手了 拉一下就知道了 哎,打上四方 啊,难道又想先手 来了,观点人 无情铁手 闪现进内圈 够了一下 拉一下,闪现 四六九 哎呦,两个人换掉了 哇,好惨烈 这种真的是开打就打到底 两个人直接是一面换一面 而且出场上面确实发生了分歧了 三六九这边是准备先小反甲是吧 对 虽然这个也确实是打弄很好的一个装备 而小C这边直接是小鞭子 嗯,拿到手里 小鞭子加一个小短剑 但是按照英雄联盟 峡谷定律 出肉的牙锁一定是比出叔叔的牙锁厉害的 那这一把 是这样吧 对啊 打上四方,两个人打上方都中了 拉了一下 亲了个嘴 只差打击 雪怒了,两边都雪怒 我有这个小鞭子 有雪皮 一个Q,完了 三六九,这边感觉要把对方流血流死了 我们 恭喜三六九 哎呀 哎呀 在剁手之争当中 怎么回事 C黄落败了 很难受 这一手 笑得很开心 果然像瑞莎说的 出肉的更新打一点 看看这场啊 瑞文跟瑞文之间对决 但你别说这两个人这么选 比赛激烈程度直线上升 另一组是这个以柔克钢系列 对吧,这一组都是两个人 钢到底系列 两个人都是征服者 闪现点燃 加上一模一样的出门装 点完皮肤 这边是刺客信条是吧 出门了 都先扒草里 三六就出来了 跟上一局一样 先出来站个位打个招呼 一开始都攒个Q3等兵上线 然后看你上来的话 Q3一下 都是这样的 试探性的往前Q了一下 Q3 哎,EW空了 那就是第一回合技能先空 但小C也没抓这个机会上去 来一套 哎呦,两个人像镜像一样 折一支舞 往回叶 躲了Q3 EWA 回身 你打我一下 我打你一下 Q 打起来挂点燃 这一打肯定是倒到底的 小C好像要赢了 哎呦 这边小C是 多打了一个QA啊 直接是 拿下人头 他好像点了那个害果肚层 哦,是吗 这么细吗 对 那A到手上出来了那个 这地图 这地图也是 在你击杀对手之后 会有一个快速回程的特效啊 就防止你出现说你先杀了人 但是因为不能快速回程兵线出现问题的 这个窘境 这一手还是C啊 因为他知道你会打到底 点个害果肚层 确实能扛很久 多扛几下 回家这一波 去吃短B的呀 对 小C没有我们钱啊 这我觉得三两九不好打了呀 因为一会小C会 装备领先不说小C会先到六啊 众所周知 瑞文这英雄如果先到六 那他杀你是比较轻松的 而且这一大波兵要被推塔下了 往回忆躲了个W 短时间感觉不算打起来 Q 都对着Q 得一支舞 你可以有下不有下 先破对面害股 两个人天赋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打起来 小C今天如果能抢个六 那确实感觉就很大 六了 三分钟要格外小心这个时候 对已经退到塔下 因为他装备领先啊 他这一把巨石短臂加六级 其实三六九稍不小心 有可能直接被带走了 都到六 要拼一波吗 看见有想法 他三六九 哎来了 装备后后啊 小C这边也开启大招 哎呦我感觉三六打不过了 装备差太多了 闪现 嗯 被秀了 但是点燃点死了 没关系 小C已经是最后一下 其实被三六九秀了 三六九闪现躲了一下 然后啊 他拿到了 但是 依然 小C通过自己的一个 点燃吃虚 他还跳死了三六九 而且这两个人的思路 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我 我感觉你想找我打架 那我就接 嗯 就太久 来了 地图左下角的是 小C 使用的是至真的雅托克斯 星红之月 而 右边的是 三六九 使用的是 这个 霸天异形 我在那一瞬间 忘了皮肤叫什么 一打不就中 但是小C拉开 嗯 上线 我觉得三六九 那个刚才那个炸会 其实是有想法的 哎 三六九转一些血量上 是的 小C你们已经被迫 开始磕血平了 再等一波西滴 现在小C的一个位置 其实已经往后拉了 Q1 W中 二段Q 三段Q 哇 而且三六九 往前溢了 这波感觉被单下了 这波要倒了 哦 C黄这三下 蹦山姬 三板斧全中 而且他刚好 就是三六九的那个位置 已经没地方退了 你知道啊 他自己卡在那个墙上了 难道说 啊难道说 C黄要进决赛了 这种同样英雄杀一次领先很大 很大的 就跟上瑜的瑞文一样 同样英雄杀一次装备等级的一个领先 其实 会导致你完全 同样资源的情况下 很难往回追 就同样英雄的情况下 这波回家都是五级了 这直接领先八百块钱 这波回家 我要C黄 我一把 简直要掏出来 真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一个简直要掏出来 三六九滑铲 啊没有 他选择了反向 就是一把吸血掏出来 一个小鞭子掏出来 他也是可血准备可血战斗 可血的那一套吗 三六九跟上波差不多吧 反正回家也是没有什么能买的装备了 就小剑 那我觉得现在其三六九真的很难打了 打不就开出来拉一套 后续再 q 嗯三段 q q 早了一点 这一波换下来其实差不多的 q 1 q 2 上海量这边已经明显不太足了 对呀这装备差距有点大呀 确实 q 下感觉就是对面 q 下的一半不到 哎呦两下三下开大面 不是吗 三两球感觉这么又打不过了 C黄最后一刀 哇 2比1 C黄挺进决赛 在这场比赛当中三个同样英雄的对决当中 余小森是2比1 战胜对手来到了决赛 我们现在看到了他 这个身前的三颗绿痘 终于站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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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